仁川亞運跆拳道今天進行最後一項賽事 58公斤級的好手魏晨陽一路踢進了四場 提前對決 這個賽前評估的最強選手伊朗的法札恩 結果呢魏晨陽是以6比13輸了比賽 只拿下銅牌沒有能完成連霸 頂著顆大光頭上場魏晨陽的新髮型 是昨晚伊朗教練瑞札的傑作 他問我要不要剪頭髮 我說好啊 好啊 然後他就去借那個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借來的那個 理頭髮的就幫我理成這樣 還想教練是要自己遛根親近 自己也沒有想那麼多 前面三場過關都在預料中 準決賽卻提前遭逢先前評估最強的 對手伊朗法札恩 開賽40秒就被踢到頭部 抗議後無效 魏晨陽0比3落後 第二回合不小心又被踢到頭 拉大差距 只是到第三回合都沒能縮小差距 6比13落敗並列銅牌 以不失分 我以前的打法是不失分為原則 就是雖然就是我都不會先想去搶分 可是這次來就很想去得分 所以就整個就是搭配的沒有很順這樣 沒能拿到金牌完成連霸自己也不滿意 反倒對瑞札教練感到抱歉 而他也宣告亞運會是今年告別賽 至於未來還要不要踢得再和家人溝通 哥打得很好 所以就是他也蠻希望就是他能像我一樣 可是有時候我會希望我能像他一樣 就是有假日 然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這樣 就每個人就每個人不一樣的那個路吧 經歷過退訓風波減重的痛苦 才22歲的魏晨陽想要先專心課業 他說自己還是愛跆拳道 只是無法再像以前享受比賽 記者曉飛沈志明 韓國仁川採訪報導 如果真正融 阿 ? 阿